好 來 看到很多外國人 所以來到台灣就愛上台灣 但是居然有人能夠非法拘留 超過30年 在新北盧州 警方發現這名女子眼神閃爍 上前盤查 發現她是非裔女子 已經非法拘留34年 公稱當時跟先生來台唸書 但是先生過世之後 一個人生活 在台灣擔任清潔員 不過現在身份被發現 已經遭到移民署 遣返回非洲 沒有不准 等下 這個 我們 我們 感谢观看